菜家老祖为何将金银财宝藏于深山溶洞 地处悬崖绝壁的菜家洞里发生过什么往事 文献记载中菜家洞奇珍异宝树目不详 是否确有其事 今天我们驱车300公里打算进入此洞 揭开五封菜家洞之谜 这是番珠 番珠 这里风景特别的好 我们这时候就从林间小道去菜家洞里面一探究竟 看看有没有文献记载的宝贝存在 好了 开个 这个林间小道有点难走 还好已经快秋天了 加上这里海拔比较高 这并不是特别的热 兜兜转转找到了这个老人说的这个悬崖小道 也许这就是当时他们运那个财宝进去的必经之路 这里特别的险要啊 那个对面就是鱼峡口镇 有灯了有灯了 啊 什么 是野猪吗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刚刚他们在前面发现了有野猪啊 在这个林间小道一定要小心一点 别被野猪给拱了就不好了 那就继续出发山还说毛泥呢 哇塞 这好漂亮啊 这鱼峡口镇 然后这是青江河 这里太漂亮了 小心一点 我们继续前进 这里的垂直落差可能接近千米啊 但是走的人很多 这个路也很宽敞 比较的安全 哇塞 哪个大都能踩啊 不能踩就从小的时候闻到那儿走 这里还有独木桥 这里有一个独木桥啊 但是这个已经坏掉了 小心啊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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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绳不住我的重量 绝对绳不住我的重量 没事 你把手给我 你只有受一点力 没事 我直接从下面吧 下面不高 像这个把重心放低 收 收 收 这个肥肠滑啊 一定要小心一点 好 继续前进 这个菜家洞了 传说是菜家老祖 在这里藏了金银财宝 行吗 你要干嘛 猪吗 在哪 什么猪 哇 算了 这是环珠 在林子里面看到这种奇奇怪怪的野兽 是非常的常见的 但是我们不要去伤害它 有时候我们拍个镜头之后 就让它潇洒的离开 哇塞 这时候能够感觉到那个洞口的凉风 说明那个洞道就在前面 我们爬了两个小时 但是我这时候感觉精力充沛 哇 继续前进 哇塞 快来快来 什么 有米 它说在洞口发现了有米 我们去看一下 难道里面还有人居住吗 这个藏宝洞里面 真的是米 这是古康 但是已经风化了 这时候我们就到洞的里面去一探究竟 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全部都是石灰岩层 被侵蚀成一个凹坑坑不平的洞顶 仿佛装修了一样 我们继续前进 这里的海拔是1200多米 这个洞口有非常漂亮的绝类植物 全部都是往外面伸着的 向着阳光的方向 这个洞目前看起来是阴冷潮湿 不知道菜家老主为什么在这里面藏宝 不得而知 只有进去了才能一探究竟 刚刚我接到消息 传说洞内的奇珍异宝都长到了 那个洞到了二层 但是要接近三四公里才能够到二层入口 我们今天不知道能否有这个运气 可以找到那个洞口 虽然说洞内的插洞比较多 我们摸手的前进吧 看看 这个菜家洞的洞体结构 看起来非常的稳定 洞口没有乱石 上面是石灰岩 直接有空气侵蚀而成 可以看到这上面坑坑洼洼的 感觉非常的稳固 我们这时候呢 就沿着这个五人走出来的小道 继续前进 相传菜家老祖在这里生活过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人为了公式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水潭 这个不是销坑啊 我们这时候 往里面看一下 哇洞道很宽 非常的宽 这全部都是石灰岩层 哇塞 这里洞窗很大 而且非常的平 它洞道的下方呢 是非常的平整 我们一直要盯着这个洞道的左右两旁 看有没有石洞 如果有石洞的话 看有没有二层 哇塞 很漂亮啊 这个洞 这个洞安静的初期 里面没有任何蝙蝠的痕迹 这里洞道向左转弯 这里面没有暗盒 但是湿度却是非常的大 而且密闭性也非常的好 能够清楚的听到自己说话的回音 很油声啊 继续前进 这空间大到我无法想象 我这个强光手电的最亮 最亮的一挡 看到前面是黑漆漆的一片 这搞得我还有点担不住了 感觉 哇塞 这空间太大了吧 哎 我刚才是从这边进来的 也看到他们从后面过来 光从这里射进来了 然后这个上面呢 这一层呢 也是通往了这个巨大的洞厅 在这个旁边呢发现了有一个销坑 然后这边呢是空间非常大的一个洞厅 我的强光手电已经不能照到它的全貌了 没错这就是销坑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双罩 这个罩就是用于提炼消水的 这里的洞厅 我分析 上下的落差接近百米 左右接近五十米 可能有上百万方的容积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灶台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灶台 这个灶了仿佛昨日还在这里生过火 地下还有很多柴灰 但是这个木材运进来的难度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哇塞 哇塞 这里有一个瀑布 有中乳石 要上二层呢 难道这个奇珍医宝就藏在这个上方吗 天哪 这个洞道非常的实滑 只有解放鞋才震得住它 继续前进 这里明显有人来过 这里还有矿泉水平 很不文明啊 我们待会把它带出去 继续前进 这里的洞道变得非常狭窄 真是柳万花明又一村啊 哇塞 看这 哇塞 这也太漂亮了吧 难道那个拆家老祖 把宝藏就藏在这个上面吗 他是不是跟这里爬上去的 但是我不忍心去破坏这个 奇美的风景 这真的太漂亮了 这要爬的话 留下我的脚印 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度上面就不好了 我们远远的欣赏一下 这真的太漂亮了 哇塞 完美 走 这边还有一道 继续前进 这里像刻满了金纹的佛墙 连通了一个竖井的顶部 不知道有多高 而这边呢 又仿佛 罗马柱一样 从上而下 将整个洞腔 上下相连 特别的漂亮 这个像不像大自然 刻下的文字符号 仿佛 仿佛在述说什么 我相信他一定想说的就是 保护自然环境 不要让他受到破坏 这里有一点玉啊 全是这边 哇好漂亮 哇好透啊这个 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宝伤吗 哪里哪里 好 我活 看一下还能不能开机啊 坏掉了 走到这里呢就没有其他的动道了 这个我想呢 应该是陈江老祖 把这个就视为珍宝 他可能以为这个是玉啊 他觉得这个就是其争议吧 所以呢 后来就有传说说 这个菜家洞里面有 这个陈江老祖的宝藏存在 可以看到 这真的非常的漂亮 实际上它就是 玉化过后的这个棕乳石 里面的美离子比较多 所以呢 他这个石头呢 就变得非常通透 像玉一样 但这实际上不是玉啊 那么今天的寻宝之旅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没有找到 蔡家老祖的真正的宝藏所在 却找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棕乳石 我们也要把它视为珍宝 不能轻易的去破坏 去亵渎它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